我們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熱的傳播 就是熱傳出去 熱傳出去叫熱的傳播 前面教過的熱傳播的方向什麼方向 高溫傳到低溫 不是從質量大到質量小 不是從比熱大到比熱小 是從溫度高到溫度低 傳到什麼時候為止 傳到熱平衡 什麼叫熱平衡 兩個溫度一樣 兩個溫度一樣 那麼熱的傳播方式呢 總共有這三個 傳導、對流跟輻射 我們就是要教這三種的傳播方法 傳導、對流跟輻射 這個傳播方式有三種 傳導、對流及輻射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的介紹 傳導 任何東西都可以靠傳導傳熱 只要你有碰到東西 有接觸到東西 它就會藉著傳導把熱傳過來 只是有些是熱的量導體 有些熱的不量導體 不容易導熱 金屬容易導熱 塑膠木頭不容易導熱 所以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影片 這裡有一個是鋁棒、鐵棒跟銅棒 它塗上一層蠟 然後放去火上烤 加熱一樣的時間 發現蠟融化的位置不一樣 就是那個受熱傳過來的位置會不一樣 它都加熱大概35秒 所以你又發現那個銅棒傳熱最快 這個是我未來要馬上教你的事情 就是銅棒的傳熱很快 你要背 然後你要背 好 停車戰界問 這以前有人考過這一題 烤肉的時候 插一些針 結果裡面就會比較容易熟 我請問你為什麼 10號 他利用了什麼東西 10號 10號 10號是誰 10號來 他利用了什麼 金屬會傳熱 金屬會傳熱 請坐 因為金屬會把熱導到裡面去 所以呢 會使他更容易熟透 就是利用了傳導 這個有大考試考過 OK 下面叫對流 對流就是氣體跟液體在受熱的時候 體積會膨脹 密度會變小 所以往上升 這種熱身冷降的過程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對流 像影片所顯示的狀況 一邊是有冰塊 一邊有燈泡 燈泡是會熱的 所以看到煙會往上飄 冰塊是冷的 所以那個煙會往下沉 熱的會上升 冷的會下降 然後 我們如果打冷的空氣溫度 以燈泡的加熱而上升後 空氣會開始上升 當它遇到火方高低溫的冰濕 它又開始下沉 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种现象也叫做对比 我们再试完一次 热在一体中是如何传送的 跟它那个对流热上升冷下降 对流的现象便会发生 OK 热上升冷降叫做对流 这个是我们考过的一个做法 我们用图一的方法加热 因为热上升冷下降 你的手会感觉到热 可是如果你用图二的方法加热 这样它因为热会上升冷下降 你的手放在下面 你的手不会它感到热 用这个方法证明什么事情 水主要是靠对流传热 如果水主要是靠传导传热 那不管你加热上方还是加热下方答案会是一样的 好 传热都是一样的 所以气体跟液体的主要传热方式都是靠什么 靠对流 像这个影片所显示的样子 这是晚美如水和牛奶 我们现在以酒精烧烹来加热 这次我们会发生什么呢 你会看到牛奶会跑上来 牛奶已经开始看不清楚了 你看看那个烟 像烟一样的东西跑上来 你看看有没有 在对流 沉现在来 这样的主要叫做绿 热在水中的沉地 是以一种渠满的方式传导 而不向金属 是以固定的方向进行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若从室管上方加热会有什么变化呢 就刚刚讲那个实验 其实热从上方加热 热仍然能不缠至底部 现在我们一巴水准备了 是我们下段复备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一点也没变 对流是有在热从热来之处 开始向上方传统取材的发生 但是由于我们是由上方加热来 抗则对流 所以他告诉你 他的主要的传的方式是靠什么 对流 而不是传导 而不是传导 OK 所以这些对流的应用 这是非常老旧的那种 非常古时候的冰箱 上面放冷冻库放冰块 然后冷空气下沉 下面才会冷藏掉 所以理论上你们家冷气漆的位置 要放到比你们家最高的还要高一点的地方 这样喷出来的冷气才会往下沉 才会觉得冷 如果你把它放到冷气的地方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冷的 好 下面是热的下面是热的 OK 好 所以冷气漆的位置 然后这样高耸的烟囱也是要对流 就是你们在同军生活的时候不是要架好吗 然后还有一个对流状况它可能会旺吗 还有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也叫烟囱效益 这以前也有过发生过 整个围起来像个大烟囱一样 然后就整个让对流旺盛 就所谓稍得更加旺 好不好 我们高岛屋的建筑的样子就是标准的烟囱 标准的烟囱 标准的空的嘛 标准的烟囱效益 OK 下一个就是记结果 白天吹海风晚上吹陆风 原因 比热 陆地的比热比较小 太阳晒的时候温度容易上升 所以左手边白天 白天太阳晒 温度会上升 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补过来 风从海上补过来 所以叫做海风 到了晚上 温度上升快的下降快 上升慢的下降慢 所以右手边晚上 变成海上温度高 热空气上升 空气从陆地补过去 风从陆地来 叫做陆风 第一件事情 记结果 结果叫做白天吹海风 晚上吹陆风 第二件事情 记原因 为什么 因为海陆的比热不同 陆地的比热比较小 海上的比热比较大 就是你要记得 就是我们交友 关于传导跟对流的部分 OK